请订阅 好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订阅 一架车需要 什么基本东西 要有车架 Servo 接收 摩托 电变 基本东西 今次 想和大家说 OCA OE 1 电变 如何安装 安装完后有什么 有什么要注意 首先 烤好线 整体有五条 大电线 两条 接收到电 三条接收到无产摩托 摩托 电线有分ABC 电变也有 清楚说明 哪个位置应该看ABC 按照答 譬如 如果你觉得电线 打交叉 ABC 线是不顺 有机会 是调转了 ABC 线 即是变成CBA 亦都可以 OCA 电变是可以做到的 在设计卡 可以设定 但是大家记住 如果你是调转了之后 要在设计卡 设定 OK Servo 在接收到 是插Channel 1 的 电变是插Channel 2 的 OK 那 接收好线 好 讲了教终位 先 首先 将遥控 对了 Band 当然 对了之后 接收好线 先开着遥控 选择 选择 车款 因为有时候遥控 是对着很多款车 OK 转了 接着 将駕駛 调到100 High Point 100 如果大家玩Modify 想车油顺 可以把两样东西都设定到150 或者120 130 都可以 100 和150 有什么分别 100 和150 100 好像没有那么多格数 会 选择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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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两样都设定到150 去设定中位 slave 祇駕駛 你 even 觉得駕駛 side ホ势嫌油顺 駕駛 重置駕駛 然后按键 接着铺锅 然后插锅 你会听到有叩叩两声 接着呼吸 又听到叩叩两声 接着放到中央 这样就设定了 设定了中央 设定了中央之后 我们把插锅拿回 把插锅离开 如果你想调整电叩 是不需要开着空 开着空也应该是无法调整电叩 想调整电叩 就把设定卡拼好 设定卡有一边插锅 这个插到电叩 是4针插 插到电叩 插到电叩 插完之后 接着铺锅 接着铺锅 出了这个画面 有Program 按按下 按下 可以按下 再按下 按下 有新的炎 不过电叩 不过电叩 你可以往下看 data record 之中 可以有现在的电压 温度 转速 再按一下向上箭嘴 就会有一个最高的rpm 最高使用的温度 和马达的最高温度 我建议大家每一次用完都要把它 reset 因为有时候电变温度太高 你玩了几转后才发现未必是你对上一转 只会记录最高的时候 可能你玩了5-6排电变才去查 可能不是你之前玩过一转 可能是你之前之前 又可能是你之前之前玩过一转的 record 所以最好玩完一转 就 reset 它一次 尤其是初初玩 因为里面的转数 电变温度和马达温度都重要 你可能玩熟了之后 你不用转转看 你就不用转转 reset 它 那 reset 了 它又回零了 接着 进去 program Tон i program 之后 Enter 它就会显示一个 marriage ABC service 如果喇叮了 ABC 转转 周围はCBA 如果你正常跟著電辯ABC線 就是ABC 這個你要注意 如果錯了是不會動的 是會隔一隔一隔的 OK 接著Enter Modify mode 其實可以在Modify mode 選擇 可以選擇其他東西 有Open Stock Offroad Blinky 你配一個Blinky 應該有什麼設置 Blinky 是什麼呢 即是一個10.5 至21.5 左右的Stock motor 因為會比較慢 我們就稱它們為Stock Blinky 就簡直是沒有Turbo 有些人很喜歡玩 因為車速差不多會比較慢 大家車速一樣的時候 玩起來有它的樂趣 好 不行 說廢話 去回頭 Program 怎樣去設定 一個Blinky 首先按一下Enter 它會告訴你 CBA代表什麼呢 代表電邊搭到馬達線的A B C 線 A C 線 A C 線 是可以調轉搭的 如果你覺得那些電線是 要很卡 會打卡 捲住的時候 你可以把A 線和C 線 調轉 但調轉了之後 你要在這裏調整CBA 如果正常跟回原本的A B C 你可以選A B C OK 那我就調轉的 然後 Enter 我現在這個是Modify Mode 如果你要轉去Blinky Buggy 呢 按個字 Open Stock 再按一下 Offroad Buggy 用的 Binkie Mode 選了之後 Enter OK 接著 Punch 最大15 通常都因為 Stock Mode比較慢 所以調節Punch 都幾乎有這麼大 如果你覺得太厲害 可以收小一點 覺得不夠 可以加大一點 這個是第一個Punch 按一下 去到 Party Mode 可以加減 Party Mode 是什麼呢 當你覺得它 太快的時候 你可以減 為什麼要減 因為有時候 Traction 不同了 很大層 很骯髒 沒有什麼Traction 或者你舊胎 覺得車子太厲害 你又不想調太多 你就可以在Party Mode 減 如果你初初調 我建議 去Normal 可以調勁一點 可以減細一點 減細一點 減細一點 就弱一點 調大一點 就強一點 在Normal 調的什麼好處 因為你有其他東西調 如果你按了Normal 來調 你就用了它做中位 當你覺得車子不夠快 變了High Traction 或者Low Traction 你可以在這裡加加減減 很方便 OK PWM 油門格數 越大 你會覺得車子越油 越減得細 你會覺得車子越撲 越強 越好力 這樣 Drag Brake 中位 Brake 通常 Stop 尤其是Blinky 因為限了尺比 或者 車子比較慢 池比較重 Drag Brake 不會調得太大 即是中位收油 當時的中位 Brake OK 調得越大 你一收油 在中間 你會覺得它越拖 壓縮 簡單說 你越調得大 感覺上越快 但是線性就越小 越少 沒有那麼有線性 但是你會覺得它 一出就比較有力 小小 小小 給油 它都會比較 撲出去 如果你覺得它撲太多 你可以縮小 好 BRAKE 有兩個Type Type 2 BRAKE 是比較柔順的 Type 1 是比較硬的 自己選擇 自己試 好 第一部分是這麼多 怎樣去第二部分呢 按著選擇 就是長按 按向上箭咀 Enter 就進去第二部分 有PUNCH Fine Tune 微調的PUNCH 比如你13 又覺得它弱 太弱 試試14 又太弱 你可以減 也可以減 另外 這個是PUNCH的微調 來的 OK 第二 BRAKE FREQUENCE 即是 下BRAKE的時候 你的格數 可以說 越大 越油 越細 越硬 Enesol Brake 不太厲害了 是你 擺下去 第一次 吃得硬不硬 頭段駕駛的範圍 這個不需要動的 因為通常車手都試過 覺得這個是一個正常的位置 這個不需要經常調校的 如果你玩到沒什麼好玩 就自己試一下 我都很少動這個駕駛的 Maximum Brake 就重要了 和你的遙控 High Point Brake 是一樣 譬如你的High Point 調校了100 你現在的94% 即是只有94 可以加可以減 即是你的 制動能力越調校得大 制動力就越大 越小就越小 就這樣 我們又按著 Select 鍵 準備去第三版 按一個向上箭咀 在這個部分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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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架上箭咀 前駕駛 比賽車一定要用這個 也可以退後 可以自己選擇 下期lights 然后选择 选择利用什么电 可以有其他选择 拉泡就拉泡 Cut Off 用来保护你的电 如果玩 Blinky 可以去到 Low 或者 Middle 我有 Low Mid High 如果多车玩 不要用 High 因为你的车会突然停在 这样就会被人撞 我通常玩 Blinky 玩 Open Stock 会调到 Low Modify 一定是 Off 电变 Protect 可以调小一点 可以调大一点 自己选择 它去到 12 度的时候 会剪机 即 Over 12 度 可以调可以用 但按照 Blinky 都应该推不下 即是 OE 1 了 这个是 Protek 摩打 摩打我建议大家开 因为去到 812 度 有部分的摩打有机会 已经 Overheat 会消 那你开了 你开了它 比赛 要选择 你平时玩 可以有个保险 有时你搭掉了一些 刺鼻过笼 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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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立刻燃 你可以调低一些温度 令到摩打 过了工作温度 便会自动停 用来保护摩打 不会消 就是这样 好了 Neutral Range 即中位虚位 油门 你调得越大 踩深一点油才行 调得小 就踩一点油都行 就是 Brake 一样 都是 例如你调10% 那 Brake 和油门 都要有10%虚位 它才会动 它才会工作 调得太小 你可能太敏感 无端端的车 放在这里 它都会自己走 那六是正常的 调风扇 大小 即是摩打风扇 或者电变风扇 BEC 可以6V 可以7V 例如你 HIGHV 可以7V 不建议使用 最好是6V 这个不用认识 不知是什麽 不要理它 不用用的 没用 好 Blinky 就比较少设置 就是这麽多 开了Blinky Mode 电变会斩一下斩一下 那 调完之后 拔插 搞定 在这 BYE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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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 那 湧 不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